下面说 真实之记者 无为法身也 极乐一阵者 真实智慧之流线 一切真实 故能会以真实之理 这个一切真实什么意思 一切全是死心 跟自信清净圆明体 完全相应 这叫一切真实 这个圆满的相应 究竟的相应是谁呢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做到了 所以他的名号也相应 名号就是真实之记 真实之记就是他的名号 名号就是无为法身 法身就是无为名 这个阿弥陀佛 所以我们在前面 这一堂课里头 讲到 设法三十 一切祝福如来 所说的一切尽教 不是释迦牟尼佛 四十九年 当然也包括释迦牟尼佛 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尽教 都可以回归到 大放狂 腐化眼睛 为什么 因为这无尽 是释迦牟尼佛 明信尽信 把明信尽信的境界 虎盘脱脱 详详细细 讲给我们听听 他老人家开悟的境界 这个境界 就是大臣经上所说的 诸法实相 宇宙人生的真相 为我们说出来了 最后 华业的圆满 就是 怎样你才能够 像释迦牟尼佛 像诸佛如来一样 也能够欺辱 华业经界 我们在华业经上 读到 末后 普贤菩萨 舍大愿望 道归极路 所以华业 得到净土 才算是圆满 如果没有净土 光说那个境界 没有人能证得 那真理只能说是 上上跟人 有份 上中下都没份 普贤菩萨 这也道归 极路了 不但普贤菩萨 文殊菩萨 也不例外 文殊菩萨 到在华业经 最后 也是发愿 往生进度 清净阿弥陀佛 给我们大家 做个好榜样 那我们就想的 社方善事 一切如来 所说的一切经教 最后的总结 就是无量手机 总归接到这步